彩虹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了创意世界 今天在创意世界里我们要做的是芒果 那如果你要做跟我一样颜色呢 我们会需要这个是芒果的颜色33条 那上面这个棕色的要3条 那彩虹圈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咯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要把彩虹编织器设置成 这里有一个绕过来的三角形 把红色箭头往外面指 首先我们要拿两条芒果的颜色 从第一个中间到第一个左边 左边往上 那我们现在往上面一直排排4次 2 3 4 排4次之后呢 我们要收进来到中间 那我们现在再回来这里 现在再拿两条 从第一到第二的中间 从第一到第二的中间 那我们要继续往上排一直排到这里 那中间排完之后呢我们要回来这里 排右边的 右边的我们要从第二个中间 往外到右边 然后右边往上 然后右边往上 排3次 那到这里之后呢 从右边收进来到中间 那我们现在芒果的部分 就排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都排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排横的 把它连在一起 那横的部分呢 我们要拿一条 芒果的彩虹圈 转过来 所以这里有两个小圈圈 把这两个小圈圈挂在这里 把这两个小圈圈挂在这里 从下面算过来 一二第二个 然后连到右手边 那挂上去之后呢 把这个搬过来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三角形 但是这里是有两个圈圈的三角形 那接着呢 我们要拿一条彩虹圈 放在这里 这里也是一个三角形 但是我们这边要往外面拉 转一下 再把它转回来 挂另外一个半圈 在这里 所以这一个三角形是 一个半 那这一个是两个 就是一条彩虹圈有转了两遍 所以这里其实是有两个三角形 重叠在这里 那这一个是一个半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只做一个就好了 放在这里 好那这样芒果就排好了 那现在我们要排上面这个 中色的 中色的部分呢 我们拿一条中色的彩虹圈 转一下变成两个小圈圈 从中间这里往上 那这个中色的我们要做两遍 所以我们现在再做一次 然后接着呢 那我们要做一个cap band在这里 我们可以拿一个彩虹圈 转一次 两次 三次 转三次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有四个小圈圈在这里 好那我们这样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过来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编织的动作哦 从这边下去 把最下面两条 把它搬出来 往上 挂到下一个 那这里也是一样 那这里呢 彩虹圈有两条 从这里来 中间还有右边 那最上面这两条 应该是左边来的 所以我们先把上面两条找出来 挂到左边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继续 把左边的先编完 那编到这里之后呢 这两条是从中间来的 所以我们再把它挂回去 那现在再回来这里 接下来的两条 应该是从中间来的 所以我们把两条挂到中间 然后继续往上挂 然后继续往上挂 那中间的排好之后 那中间的连好之后呢 回来这里 现在只剩下两条 把最后的两条 把最后的两条 抓出来挂到右手边 然后右边的一直往上连 连到最后这里 那最后这两条呢 它是从中间来的 所以我们再把它挂回去中间 那现在再回来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全部都连到了 因为有时候不小心 会漏掉一个或两个 那你搬出来 就全部都散掉了 那都确定做好了之后呢 把彩虹棒从最后这里伸进去 拿一条芒果的颜色 从这边抓出来 把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然后绑一个结 那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轻轻的 把它拉出来 那我们现在要把安全带把它藏起来 到另外这边 彩虹棒从附近的几条彩虹圈伸进去 然后把它从下面拉出来 这样它就藏起来了 那在另外一面就看不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芒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喔 然后别忘了再回来看我下一个影片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